德国牧羊犬 面对140斤的中亚牧羊犬 结局会怎么样呢 德木看这只中亚牧羊犬 他是非常不顺眼的 因为中亚已经欺负过他 德木一直感觉 他自己就是猛犬基地的狼王 所以这只中亚牧羊犬长大之后 他越看它越不顺眼 当90来斤的德国牧羊犬 面对这种140斤的中亚牧羊犬 他能不能凭借高超的智商 打赢这只中亚呢 一切都是未知之处 话不多说放狗出笼 老狼王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出笼子PK了 小伙子这伙叫的那叫一个开心 待会不知道 看到中亚牧羊犬会不会变熟呢 狼犬见面气氛紧张 中亚牧羊犬被毛完全直立了起来 这时候德木表现得非常谨慎 狼犬这种性格的确是非常强势 看到德国牧羊犬 他恨不得把铁龙扒开冲上去 德国牧羊犬虽然内心慌得一笔 但是他还没有表现出退浪的感觉 原来一切都是假象 德国牧羊犬害怕的逃跑了 试试 哈哈哈哈